像我们看到学测成绩最近出炉了 那有不少的学生家长呢 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要申请资料 而来台湾抢人才的香港中文大学 跨海寄出了高额的奖学金 抢学生 四年寄出最高新台币256万奖学金的港中大呢 昨天举办招生说明会 吸引300多名 这个是学测顶标的学生参加 现场连椅子都不够坐了 不少学生认为 香港国际化和多元就业发展 相当吸引人前往就读 可以增加竞争力 拿单子填资料 香港中文大学第三年来台招生 这回寄出超高奖学金 要延览65级分以上的学测顶标生 一年给学生16万港币 学费住宿奖学金生活费全包 四年读下来换成台币约256万 让台湾高材生揪团来听说明会 很心动 因为感觉很有国际观 然后感觉以后会有很多机会 就读北一女的张瑞云 学测拿下75级分满级分 打算拿着成绩申请台大牙医系 现在却考虑就读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系 奖学金补助成了最大诱因 因为在香港其实什么持组 然后跟学费其实都很贵 那如果能够申请到奖学金的话 那真的非常诱人 现场一共来了300位以上的顶标学生 让说明会爆满学生挤到走道上 还有在大陆念书的台商学生 都跑回台湾想来面试 它更加的国际化 就是如果我以后希望年轻的时候 能够有一定的作为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香港 我们对招来台湾的学生 这个经验非常好 他们学识也技术表现非常好 更好的学生来申请的话 我们也愿意在奖学金方面 这个名额是可以比较具有弹性的 香港学校来势汹汹 国内大学也要用钱抢人 亚洲大学开出52到75级分 可拿8万到360万元 离岛金门大学要抢满集生 75级分四年给400万元 另外大业大学50到75级分 奖学金10万元到320万元不等 大学求财若可 也让这些新兴学子取值若鹜 优点TV陈军杰月嘉宁 台北报道